of 是iron, love, and the face 這是一個final face of 鳥 或者是飛行物 在天上飛的那個東西不要過 接下來是查理 查理 查理 查理是 先是一小樹 然後它跟olive有點像 但是又不同於是 它是這樣子 它這樣說下來 直接往這邊走 就是查理 查理在轉寫的時候 經常會寫ts 就是英文的street 然後街道的那個附屬 後面的ts 然後那個查理 查理在字母最後面的時候 也有它自己的寫法 是這樣子 好像一個小樹枝一樣 對不對 就上面一樹 然後這邊也很把上面這個垃圾 查理 現在是cove cove cove是英語的q cove q cove 但後來很自然就會變成一個q 對不對 音樂的q就這麼來了 好 還有三個字母我們就結束了 rish rish rish長得很像大人 對不對 但是它這隻彎的 rish 接下來我們有一個雙胞胎字母 叫做shin 或者是sing shin 這個字母比較難寫 有點像w 但是 不是w 我們先一撇 然後再一個短撇 然後再把這兩撇數 等 在一起連在一起 如果說 這個時候 如果說我們在這裡加個點的話 在它的右邊加個點的話 它的發音是shin 如果我們在它的左邊加一個點的話 它的發音是sing 有點像英文那個犯罪那個sing shin和sing它們原先是什麼意思呢 它們是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 兩顆大門牙對不對 所以它有牙齒的意思 所以就變 衍生出堅固 鋒利 這些意思 但它 你有兩顆牙齒 兩顆門牙對不對 所以它們又有shin 就是 雙數的意思 所以 很多 很多情況下 有一些雙的東西是 靠 那個shin 來 引生出來的 就是從二來引生出來 然後 還有一個表示 其他的一個介詞 asher 這個單詞 就是說 它 你 你又把它當作另外 又稱作為 或者是說 它也是 這樣一個介詞 原先 這樣一個小詞 也是從二 這個含義裡 引生出來 所以它原先是兩顆門牙齒 是 既然是 t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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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最後一個單詞 t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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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把它和 hey hat tough 這三個單詞 這三個字母 不要混在一起 這三個字母是有分別的意思 好 這是我所有的希伯來語字母表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一起把它唸一次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可以跟跟我一起唸 Aluf Aluf Bet Gymel Dalet Hey Waf Sain Chet Tet Jod chaf Lamad Mun Samach ís and end 非常好 因為當�口 menjadi字母錶之後 他們有了自己的順順 有了自己的順序之後 人們就給它加上了不同的數值 比如說Aolf代表是1 Bey that is 2 2,3,4,5,6,7,8,9,10 然後Cough是什麼?Cough不是11 因為11的話就是用,11的話他們會yield out of 這樣一種方式表示就是10和1 然後所以Cough就沒有表示11了 它會變成20,然後30,40,50 接下來會是,我繼續有到100的 60,70,80,90,100 然後這個時候有沒有必要110呢?沒有必要了 所以就會變成200,300,400 所以這是西伯拉語不同的數字 它跟古代的希臘人一樣 他們做生意的話,沒有數字怎麼辦呢? 就用這些,你家有幾隻羊? 比如說11隻羊就是yield out of 所以這樣的方式來計數 那這個,我稍微講一點好 就是在中世紀的時候 猶太人他進行一個聖經的解釋學的時候 它產生出一種叫喀巴拉的一種哲學 那這種喀巴拉的哲學 它就是怎樣去解釋聖經呢? 聖經的每一個單詞 它怎麼拼寫,有固定拼寫 到並減之後它用不同的數字 有不同的數值嘛 然後把那些數字加減之後呢 加出來之後呢,就形成另外一個數字 那另外一個數字有怎樣的恆意呢? 或者這個數字跟其他的單詞的數字是一樣的 或者說明這兩個數字有聯繫等等 他們做出了非常多這種mystical 非常神秘學的一些解釋啊 那些解釋在我們現在科學的眼光來看呢 有沒有道理呢? 不一定有 因為我們以後會講到希伯來語字母等 很多字母是可以這個字母變成那個字母 那個字母變成這個字母 我覺得這裡可以加一點 那你可以減一點 都是不變意思的 所以如果說你加減一下那個字母的話 這個數字馬上就變掉了 那樣大家就puzzle掉了 大家就抓狂了 那很可惜的是到了現在 還是有很多人用這種方式去解釋 這一點讓我很抓狂 順便講一下 所以這些字母多的這些人 然後他們會有代表不同的發音 代表不同的發音 那很簡單的就是它的第一個字母的第一個音 就是它自己本身這個字母的發音 我舉個簡單例子 比如說 我們有 右的 然後我們有一個原因 這個是O O的原因 我們以後會講到 然後有個final moon OK? 所以右的它是Y打頭的 所以就是Y 然後我告訴你這個音是O 對不對? 然後final moon就是M 所以這個單詞就念Yom Yom Yom Yom就是天的意思 比如說不是那個天 而是今天的天 比如說你從這裡到耶路撒冷需要幾天啊 那個天 天數的天 所以用啊 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再來一個比較軟一點的單詞 這些點都是它後來的原因 後來後面的後面人發明出來記錄它原因的一個標點 那這個叫Terry Terry就是A A的音 然後 Allef 是沒有音的 沒有沒有發音的 所以我們直接把A 然後Rish 是發R的音 對不對? 所以是R 然後這個還是A的音 所以也是A 然後Terry是發S的音 所以 它合在一起就是 Ar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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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土地的意思 大地的意思 所以 然後具體的 它們怎麼發音 我估計 我們可以放到 教原因字母的時候 在一起 這樣 好 現在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 啊 世伯萊字母為什麼是這樣一個順序 在 也是在很久以前 他們 當然很多 很多小孩子 很多猶太人的小孩子 他們從小就要學這個西伯萊字母 學習 對不對? 那他們很自然的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阿勒夫要在前面 他不要在最後面 對不對? 憑什麼? 這是非常自然的一個問題 那 那個有一個 非常有趣的一個故事 就是說 神在 創造天地的時候 把 首先要創造這些 西伯萊字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創造天地的時候 他是用言 語言來造 這個 造這個天地 在西伯萊裡面 在西伯萊聖經裡面 記錄的第一句話就是 耶嘿歐 Let there be light 成光 把這個光 形成出來 光出來 所以神是用西伯萊來命令 使這個天地造起來 所以在那個之前 他必須要先造西伯萊字母 對不對? 不然他怎麼命令 然後這個時候他造了 二十二個西伯萊字母 這二十二個西伯萊字母 都在 爭天搶後的搶地 老大的位子 那 Bet說 我要做第一個 因為 在西伯萊語聖經裡面 我是第一個單詞 的確如此 西伯萊語聖經的第一句話是 Mereishisbara Elohim Eta Hashamayin Weet Haaretz 就是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在起初的時候 神創造了天與地 所以這個在 這個單詞 是bet 你想想它原來是房子的意思嗎 那一個房子 你就是佔領房子裡面 所以表示一個 location的一個 一個戒詞 所以他說我要第一個 然後 神說 那當然還有很多 不好的 你也代表了很多 不好的意思 比如說很多 很多罪的罪名 他都是用bet來開頭的 所以你不能做第一個 的